你们都在 刚好 刚好 咱这儿不是要拆了吗 嗯 街口那个公用信报箱 拆着拆着我发现 还有你们的信 这是你们家的 你看看 房屋产权转移公证书 资政名沈维明 咱爸妈男65岁 于2008年6月20日 自愿将王牌大院 所属房屋权 给长子沈家腾 想到了 这么多年呢 我在家里吵吵 也无非就是想 让爸的眼睛 比除了你 也能看看我 也能 让他惦记惦记我 可是谁知道 他无论如何 时时刻刻 惦记的就只有你 我就不明白了 凭什么是你 凭什么到最后 爸心底里 你一直惦记的 就只有你 这样 沈叔叔之前交给我一封信 让我务必在你们老沈家人聚齐的时候交给你们 看看 看看吧 我不看 孩子们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爸爸 应该已经 不能等你们回家了 爸爸想跟你们每个人都说一句 对不起 八八年 我查出来生病 咱家底子 本来就薄 你们大哥 其实 成绩很好 他故意落榜 就是为了 顶班 供老二上学 我本来是不同意的 可是我还是 没能见过他 不让我告诉你们 有你这么不孝顺的吗 我正后悔 怎么养大你 这么一个 还有老三 爸 最不放心你 有一天 我看你大哥 昏昏昏昏昏的跑回来 说咱家老三有出息了 搞了个什么乐队 要拉着我去看 我总觉得那些人 不想正经孩子 一生气 把你琴给砸了 怪不得 原来是他告的命 才让你把我吉他摔了 至于老四 你大哥 虽然对你言了点 但他是 真心希望 你能像你二姐一样 好好地读书 有出息 98年 你大哥 你大哥卖了房子 其实是为了 给爸看病 家头 爸爸对你很感激 你为了让弟弟妹妹 占世高飞 放弃了很多的选择 家头 谢谢你这些年 陪着爸爸 你们的 爸爸 没事啊 都是哥哥应该做的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大哥 对不起 我不应该当初误会你 大哥 对不起 之前是我们小不懂事 也不理解你 可能还有点叛逆 是我们错了 对不起 沈家四兄妹啊 现在回看这二十年 你们会后悔 自己做过的 每一个决定吗 不后悔 得白付出 几个人 也都昏出个样来了 最重要的是 总乃有一个人 来陪着老人吧 中国有句老话 叫什么 养儿防老 对 他养我小 我养他老 哎呀 我手里还有一封 老乔家的信 乔大亮手 你给你个瞅瞅 见信如雾 最近从固有口中 偶然得知你的胃病 恶化了 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以前你总说 你的弟弟是个好孩子 但是不够踏实 你放心不吓他 怕他误入歧途 怕他交错朋友 又担心妹妹 留在老家没人帮衬 所以88年的时候 我随父母移居北京 你原本答应要和我一起去的 可最终 你因为放心不下弟弟妹妹 还是选择失约于我 98年 我们兜兜转转 还是走到了一起 这一次你说你要娶我 可是最终 你把所有的钱 都帮你二弟还了债 还卖了自己的培训班 即使你明知这样 我父母绝对不会再同意 我们的婚事 但你还是这么做了 做你的弟弟妹妹 是幸福的 做你的爱人 是遗憾的 而你自己 是委屈的 这份担子压得你太重了 也太久了 你可以放一放了 去过一过你自己 真正想过的人生 故人 写这些 还 行了 多开心点 瞧瞧兄妹 张二十年的选择 后悔吗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我后悔当时没有问清我大哥 为什么他突然就不结婚了 没有问清楚他 为什么突然就把自己的公司给关掉了 现在我知道他都是为了保护我 都是在为我和我妹付出 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听我哥的话 不应该那么叛逆 也许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 这不是应该的吗 很多人说 我这一辈子干啥杀不成 最后也没讨个老婆 可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 我的幸福 就是让我的弟弟妹妹们 都开开心心的 就像刚才老沈家说 长兄为父 全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好 高兴 高兴 都出去了 都出去了 出去了 好啊 真好 我真的好感慨 我也是88年到咱们居委会工作的 一转眼也20年了 但我真的觉得 20年后的今天 我才真正的认识到了 咱们居委会里面 老沈家 老乔家 到底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样子 其实我刚才特别感动 我听那读信的时候 但是我憋住了 我就没哭 你知道吧 来吧 咱们时隔20年 再拍个大合影吧 好 来 让我们用这个全面出色的 Vivo S12系列手机 记录这20年来 两个家庭的变迁 给爸留出来后座 20年来 ^^ mundo